此名港星周海薇的突然离世,令万千网友心痛不疑,满息不疑。 12月11日,有网友爆料称,周海薇意外去世。 该爆料一写激起千层浪,关心周海薇的网友们,想知道这个爆料是真是假。 而媒体也联系了周海薇身边的工作人员,进行求证。 结果工作人员挂断电话,拒绝回应。 工作人员的这番操作,使得大家觉得周海薇凶多吉少。 然而随着周海薇的好友谭妃,陈芬奇,田启文等人的辟谣, 大家开始相信,周海薇指示生病了在医院进行治疗。 不过,12月12日晚的一则声明,则打脸了周海薇的好友们,让网友们伤心不疑。 周海薇的工作室法文称周海薇,已于12月11日病逝。 这也就是说,爆料人的爆料是真的。 周海薇确认去世的消息,被媒体报道后,网友们在开痛碗息之余, 也想知道周海薇是因为什么原因离世的。 因为周海薇的家属和医院,没有对此进行披露。 网转周海薇是因为红斑狼瘡离世,在这之前,她一直被转患有红斑狼瘡。 而此前,周海薇多次否认过,表示自己没有患红斑狼瘡,是血小板过低。 她血小板偏低的毛病至少就有,就算一般的受伤,都容易大出血。 也因为这个原因,她不打算要孩子,因为如果强行要孩子,分分钟没明,她不愿意这样。 而随着她的电子病历被泄露,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。 当然,没有经过周海薇家人的允许,泄露她的电子病历属于违法行为。 目前,泄露周海薇电子病历的二人已经被找。 到了12月18日,周海薇工作室法文称,周海薇的告别仪式已经低调完成。 然而即使如此,关于周海薇的话题,并没有因此结束。 周海薇的真实死因是什么? 周海薇的遗产怎么处置? 周海薇的养的猫和狗怎么办? 对于这些问题,网友们很开心,也因此衍生了各种传言。 与此同时,周海薇的遗产继承问题,也引起一些媒体和网友的关注。 据透露,周海薇拥有四亿元家产,生前所住在北京顶级妇人区顺义区,有独栋百平别墅。 别墅中黄走欧洲古典峰,中黄相当气派,客厅摆放三张大沙发,及有私人花园。 周海薇家中兄弟姐妹有四人,她排老二,离世前并没有结婚生子。 因为比较突然,有没有留围组也成关键,按遗产继承人顺序,母亲将是第一位继承人。 此外,周海薇养了很多宠物,宠物归属也成了网友意义的焦点。 在周海薇告别仪式完成后,她的工作室也强调,宠物会得到妥事安排。 没想到自他离世后,从电子病例都告别仪式现场,再到家门,都被人为地恶意流出, 一些网红甚至还去她的旧居附近打卡。 最终,针对这些问题,周海薇的姐姐周海盈在12月27日特意发布声明, 做出了回应,主要有六点。 一周海薇全部财产,及房产会按照法律全部由母亲继承。 以根据监控录影和法医部门鑑定,综合判定周海薇事特发心中病绝死, 很平静,很安详,没有痛苦。 希望大家不要再讨论猜測死因,请大家多一点尊重。 三家人不会次立周海薇慈善基金会,又不会授权任何的机构和个人。 希望广大的网友影迷朋友不要上当受骗。 周海薇曾经长期支持的公益专案,母亲依旧会用周海薇的名义继续。 是母亲会把周海薇的骨灰带回香港, 现在正在找合适的墓地,后续不再透露任何墓地相关事宜。 吴周海薇养了很多的猫猫狗狗, 但是若带回香港,在海关检疫等流程, 需要进行十个月,怕狗狗猫猫受不了。 家里面妈妈的年纪也大了, 然后姐姐弟弟家里,有没有那么大, 实在是没有条件,可以养这些动物。 所以在北京急这些动物,找了人来领养, 是一位海薇的好朋友,也是一个非常爱惜小动物的人。 然后家属也会跟领养人商量, 是否可以透露是他帮忙领养了, 但是肯定要等一段时间。 陆周海薇是一个热爱祖国, 热爱生活,热心公益, 坚强乐观,开朗的人。 希望把周海薇, 在颜幕上的美好留给大家, 大家在心里记住他, 不要再来家门口骚扰, 还在家里的狗狗, 因一些人对周海薇故居的拍摄直播骚扰行为, 而出现日夜不停豪叫的焦虑症症状。 所以希望大家尊重一下周海薇, 也尊重一下周海薇的家人。 周海薇的姐姐声明, 是将妹妹的死因, 所有遗产分布, 以及后续都一一考虑到并解释了。 就连周海薇生前做的慈善, 都交代了进去。 回顾周海薇的一生, 这位经验了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周子弱, 竟然无言无女。 她既没有结婚, 也没跟家人一起生活在香港。 而是孤身一人, 和几条狗住在北京信义的一栋别墅里。 不知在她因病昏迷时, 可感到孤独。 又是否是因为没人在她身边, 所以她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呢? 其实周海薇, 也曾有过一段婚姻。 她嫁的人, 是有住香港硬汉之称的女良慧。 然而十年生死两茫茫。 如今的女良慧, 家庭幸福, 妻言自孝。 周海薇, 却以香烧肉韻。 1988年, 周海薇因为清瘦的外表, 搞好的身材, 征战的演技, 在娱乐圈明星大噪, 接到无数通告。 那时她被小岛风云的导演, 邀请适宴女二号, 并与男主女良慧相识。 女良慧见到周海薇的第一眼, 便被她吸引了。 女良慧作为大哥哥, 给予周海薇特殊的关照, 送她各种小礼物, 对她虚寒问暖, 让她完全不能抗拒。 一来二去, 两个人深深情愁, 顺理成章走在一起。 当时她们的感情很稳定, 女儿有些小吵小闹, 但是女良慧都能无限包容。 1989年, 女良慧带她去美国游玩, 在女良慧生日那天, 两人一激动, 就把结婚证令了。 可周海薇不知道, 结婚和谈恋爱, 完全不一样, 谈恋爱还可以发展事业, 可结婚意味住女方要回归家庭, 生儿育女。 女良慧曾在自传中讲到, 父母想要抱孙子孙女, 希望周海薇可以回归家庭, 延续香火。 可视周海薇才二十出头, 人气和名气正在走上坡路, 她当然不愿意, 于是两个人狠快就离婚告终。 离婚后, 周海薇一直忙着工作, 根本没时间去难过。 1990年, 因为电视剧回到美家时的拍摄, 让他遇见英俊潇洒的黎明。 在剧中两人是甜蜜的情侣, 剧外两个人形影不离, 经常被八卦记者拍到。 因为两人的事业如日中升, 面对感情飞聞, 他们都不敢承认。 这三年的时间内, 周海薇连续被评为香港醉火女演员, 而黎明变成男神偶像, 明星片和海报片地都市。 可后面飞聞新闻越来越多, 攻击性越来越强, 很多人说周海薇是分内出轨, 也得黎明跳出来澄清。 她狠生气对着记者说, 你们这样评价, 对我还是对海薇都很过分。 黎明的挺身而出, 才让诽谤的新闻变少了。 周海薇因此也感受到黎明的爱。 可虽然如此, 黎明和周海薇依然没公布关系, 直到后面黎明参加中艺访谈, 才被逼从了口。 被问有没有和周海薇拍拖。 黎明害羞地说, 有的,有的,有再拍拖了。 可是两人在一起几年后, 因为事业发展不同, 再加上醉少尼多, 很快就走散了。 分手后, 周海薇才承认了这段感情。 周海薇在感情中成长不少, 她知道跟当红南艺人谈恋爱, 要承受太多的压力, 所以就偶观也在改变。 于黎明分手后, 周海薇引来不少富豪的追求。 其中有个富豪叫吴士荣, 是著名的生集团的董事长, 因为看中周海薇的美貌, 对她展开激烈的进攻。 1998年, 周海薇得了红斑狼瘡, 不得不休息, 她把病情告诉吴士荣, 希望她知难而退。 可无想到吴士荣不紧不嫌弃, 反而发誓对她更好, 还信誓旦旦, 要把她自好。 吴士荣对周海薇非常温柔体贴, 带她看医生, 吸她端茶送水。 周海薇狠感动, 因此也接受了吴士荣。 可是在一起没有一年, 吴士荣知道周海薇的病, 无法根治, 生孩子很危险, 还可能把病因遗传吸下一代。 她退缩, 最后两人选择奋狼瘢。 再拍完影城大亨后, 周海薇把工作的方向放在内陆。 再一次在北京的演出中, 她被一个叫理智的男生吸引了。 理智很有才华, 非常有魅力, 对周海薇又有养母之情。 两人在工作中很快熟悉起来。 理智被周海薇小七岁, 却十分成熟董事。 她知道周海薇是香港过来的, 特意带着她熟悉北京, 带她走街转行, 品尝当地美食。 周海薇深知, 理智很适合过日子, 便义无反顾, 从香港搬过来定居。 2013年, 周海薇主动公开两人的合照, 两人的感情正在升温。 两人感情稳定后, 理智多次跟她求婚, 周海薇都保持沉默。 她其实很想结婚, 但一想到自己的病, 她又退缩了。 她向理智提出分手, 自己一个人过。 回顾周海薇的人生, 就像一部电视剧。 18岁爸爸鼓励她参加选美, 落选后以外得到赏识, 被引赠进娱乐圈。 后来出演杨家将的杨七妹, 正式进攻演艺圈, 成为女演员。 因为杨家将的演员全是大家, 影片曾经轰动一时, 也顺利把周海薇推向影视界。 后来, 她岁数大了, 也看淡了明利, 反而选择过平淡的生活。 这么多年, 她一直坚持不分不育, 外界虽然议论纷纷, 但她丝毫不受影响, 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。 无聊时她总赛做饭, 养花养狗, 看书追剧, 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。 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, 周海薇的一生不算完整。 她没有婚姻, 没有儿女, 或许还因为独居, 她不能得到最及时的救治。 但或许对她自己来说, 她燦烂的活过, 她在活着的每一天都足够自由。 这世界记得她来过, 有无数人免怀她离开, 这就已经足够。 每个人的人生, 都不需要她人来定义。 唯一可惜的是, 姐姐走得真是太早太快了, 女神的这一生短暂得令人唏嘘。 周海薇姐姐, 一路走好。 感谢你曾为我们带来那么多经典的角色, 和难忘的回忆。 愿天堂有你想要的自由和快乐, 愿天堂灾无疾病。 请图中文字幕 께서照顾中文字幕 第一声